哈喽大家好,我是可乐 核桃是我们生活中最少常见的一款食物 我们平时吃核桃只认为它能够见脑 其实吃核桃只有三种吃法能够治病哦 核桃加菠菜治疗便秘 菠菜有去火的功效 核桃又有润肠的作用 这两物一起搭配2比1的配比 吃下去就可以了 这两者的组合能够补肾 黑芝麻入肾,核桃补血 对男性的肾脏可以起到保健的作用 将核桃仁和黑芝麻一起放入锅中小火慢炒 等芝麻熟了之后再放入破壁机中加水拌匀 核桃加大米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 核桃和大米也是很好的组合 它们两个一起吃能够软化血管 预防心血管疾病 核桃和大米按照1比1的比例 用大火烧开之后再给小火熬煮 可降低胆固醇和预防心血管硬化 不能出门 但是运动必不可少 适当运动才能给身体带来健康 今天给大家分享3项提高自身免疫力的运动 1. 健步走 健步走可以调节免疫力 提高抗病能力 每天最好持续走30分钟 不太习惯锻炼和平时很少运动的人 最初要避免运动过量 运动时间不要超过2小时 2. 瑜伽 胸腺是身体内细胞免疫的中区 位于胸腔纵阁内 其主要功能是调节淋巴细胞比例 及分泌胸腺激素 使肌体保持细胞免疫功能 杀伤外来细菌等 瑜伽的许多体式和呼吸法 都有刺激胸腺的功能 通过刺激胸腺分泌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3. 慢跑 在室外慢跑能增强体质 加强呼吸系统对气温的适应 提高抵抗力 调节血液中的白细胞 巨石细胞 淋巴细胞等比例 而且它们能吞噬人体内可能有的癌细胞 慢跑不要太快 以正常的呼吸为仪 注意要从鼻子吸气 从嘴呼气 看来又有人因为口臭而感到烦恼 即使是大早上很认真的刷过牙 到了中午还是一说话就一股口臭的味道 其实跟舌头上的舌胎有很大的关系 人每天都要吃饭 在吃饭的时候舌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既能够帮助品尝食物的味道 还能够帮助消化食物 为了健康着想 一定要勤刷舌胎 不然就别抱怨嘴巴臭哄哄 定期刷舌胎 能够起到勤醒口气的作用 研究表明刷舌头大约能减少75% 会导致呼气臭味的含流气体 在生活当中 口臭的存在无疑是对我们的交谈 约会交际都造成了重大障碍 在我们的口香清洁中 除了牙齿的健康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舌部也是个非常重要的器官 它对进食和说话形成了一定的阻碍 因此为了除口臭和维护我们的舌部健康 一定要经常的给我们舌胎做清洁 好吃而且营养丰富 是家里肠本的食果之一 还有大量的植物纤维 它们不仅能够促进肠胃蠕动 还能增加人体粪便的体积 可以加快身体内的大便双成与排出 能让人们的便秘症状得到减轻和缓解 可提高人体抗病能力 而且它还有一些微量元素 能够预防癌细胞病变 抑制癌细胞物质生成 它的抗癌作用特别明显 香草片中还有大量的蛋白质和矿物质 肠吃可以维持体内甲纳平衡 利尿消肿 调节血压的作用 香草片中还有大量的肾食纤维 使用过后容易产生保护感 能起到促进肠胃蠕动 有效促进新陈代谢 每天吃两颗奇异果的话 可以帮助我们把睡眠质量提高40%左右 因为奇异果里面所含有的钙和维生素C 具有稳定我们的情绪和抑制 交感神经的效果 所以吃奇异果是可以起到促进睡眠的效果 所以平时将两者放到一起吃 双管齐下 这样你还怕失眠 所以要在生活中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疾病 在早期的时候很多人症状都不明显 但是随着病程延长 血压逐渐上升 症状也会更加的明显 如果高血压长期不治疗的话 可能会加重恶化 带来严重的后果 建议餐桌常备者两样 玉米粥属于粗粮粥 很多养生的人都喜欢喝 玉米粥食用之后 可以起到不错的降压功效 也可以将玉米粥和黄豆粉 摻在一起熬长粥 这样效果会更好 五花果的营养非常丰富 味道很香甜美味 常吃五花果可以软化血管 降低胆固醇 血脂 从而达到降低血压的目的 平时也可以喝一点菊花茶 降压效果 在一场生活中 想起很多人都有过口香克养的经历吧 嘴里莫名的起泡了 吃什么东西都感觉不香了 说话甚至都不利秀了 但对于这种情况 很多人也没当过事 熬个几天就过去了 也有些顽固的要好几周才能好 但是没过多久又开始了 反反复复的折磨人 有人认为是上火了 有人觉得是缺乏维生素 该如何缓解呢 补充维生素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但建议大家尽量从日常饮食中摄取维生素 比如常吃点新鲜的蔬菜水果 能够有效的补充多种维生素 且人体也更容易吸收 在此期间不想加重疼痛的话 新鲜测测测测测测的食物最好别碰 如果它是反复长在同一个地方 好几周了还没有好转 甚至水上其他地方也逐渐开始出现了 这种情况就有供要重视了 不排除免疫出现了问题 最好及时去检查一下为好 避免小毛病拖上大问题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